今天是金折 在这一天春雷炸动 清醒了地下月冬的折虫 也让万物变得生机盎然 宋代文人路由就有诗云 春雷金折户 海日欲金波 金折日春雷阵阵 生机勃发 家家户户都走出门 享受如同波涛一般的春光 我是周深 和我一起迎接金折 发现宋运24节戏中的 智慧与美好 春天来了 奔跑把石也回归了 这一次节目组保留了 baby 郑凯等老班底 也加入了白鹿 周深等新人 不过周深在天上飞的时候 完美错过了这次的官宣 遗憾吗 第一个问题 奔跑把石官宣有什么样的新花样 奔跑把系列是国内顶级王牌综艺 一口气已经拍摄了九季 如今到了第十季 大家也都很期待可以看到新的东西 这一次官宣新阵容 李晨 杨颖 郑凯 沙逸 蔡徐坤 白鹿 周深 奔跑家族新老成员齐俊一堂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而且大家都是自来熟 一上来就开始玩群聊 这种官宣方式是不是很新颖 为什么大家每个人有什么要求吧 大家可以每个人说两句 哪一集让我当一下PD吧 我希望姚岛可以跟我们一起接受三个惩罚 然后这个三个惩罚我们来订 多介绍点新朋友一起来玩呀 今天一季姚总的霸行要继续吃愣起来 今天霸行是可以的 我可以的 可以 我呢就希望你那个新的一季啊 保重身体啊 然后那个好好录就行了 没什么意见 我们这个深深的云台在飞机上 所以他没时间跟大家讲 然后那新的一季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玩的开心 然后我也会照顾好大家 大家也要照顾好自己 好好工作 而生活好好录节目 我也会照顾好大家的 第二个问题 周深为什么错过了官宣 周深现在参加了不少的综艺节目 在天上飞错过了连麦官宣 这是什么喜剧人民场面 周深自己也很遗憾 应该说周深真的很有梗的 很多的粉丝恭喜周深再次喜提搞笑词条 虽然错过了官宣 但是周深还是很投入的 他说这一次要手撕一个人的名牌 Hello大家好 我是周深 今天是浙江卫视2022春季大片沟通会 也是奔跑吧第十季官宣的日子 非常开心能够加入奔跑吧这个大家庭 然后非常遗憾的是因为工作原因 不能够跟大家同时在线集结 不过我可是请了假的 所以到时候一定要跟大家见面啦 还有之前说的是这一季一定要立一个flag 那我就立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flag吧 就是我要手撕每一个人的名牌 有个前提就是我可以挑一个队友 那我不挑多的 诚哥 帮帮忙啦 诚哥 还有在这里我也要给姚PD提一个要求 就是多给我们一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挑战吧 无论如何非常非常期待和大家的见面 也希望在新的一季奔跑吧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 我们奔跑吧见 很多人好奇这是一边唱一边撕名牌吗 至于周深的实力能不能做到我们拭目以待 期待周深蔡徐坤白鹿李晨沙翼正凯杨颖带给我们的欢乐吧 奔跑吧也是一档特别有趣的综艺节目 这与嘉宾有很大的关系 有时候一些游戏都是差不多的 关键是看谁来表演 没想到周深也在阵容当中 这是不是意味着每一期都能看到他 他作为飞行嘉宾来过 看点特别多 笑耿也不少 所以非常期待他在节目中的表现 李晨沙翼杨颖正凯都是奔跑吧的老人了 他们的套路相信观众也了解的很多了 期待他们在节目中有新的惊喜 白鹿在节目中也是属于敢玩敢拼的一位女子 为了完成节目任务 她总是拼尽自己的脑力 很多精彩的瞬间就留在了小编的脑海 喜欢看她扮演时宜 也喜欢她的综艺 看到她出现在阵容中 小编非常的开心 还有周深的加入也会带来更多的关注 只要是他们参加的节目 收视率都会不错 就是不知道节目会不会有惊喜 游戏会不会有看点 让我们耐心等待了 奔跑吧第十季阵容来了 期待周深 蔡徐坤 白鹿 李晨 杨颖 郑凯 不知道小伙伴们喜欢看谁呢